我们的生活虽然仍然离不开口罩 但随着疫情缓和 经济逐渐复苏 2021年工商铺市场 更加在危中出现无限机遇 天价商业地和出现 因声各大发展商对香港产品信心爆棚 恒地县508亿元 投得香港历年最贵的中华台风商业地 基神铜锣湾商业广国再进一步扩大 火柏华贸以197.8亿元 夺得加勒年山道商业地皮 出货志在必得 而已经领头的合组赛团 亦以105亿元收购矩剪 成为2021年最大宗的工商铺物业成交 发展商纷纷对香港投下信心一票 2021年全年录得6690宗工商铺买卖成交 今日约1417亿元 而工商铺当中以工厦类别表现尤其突出 2021年全年有24宗传动工厦成交 总金额超过171亿元 当中不少更加是由基金买入 近年多数在外地收购物业的领子 亦再次回归香港市场 更加第一次入市工厦 以大约58亿元买入柴湾传动货仓 以及红磡传动停车场大厦 人所共知 有铺王之称的波叔邓成波 在去年5月离世 其家族有不少物业推出市场 单计2021年 邓成波家族估出的物业 金额超过108亿元 疫情之下 市民只能够留港消费 令民生区商铺成为投资亮点 2021年就录得不少基座商场成交个案 有铁路接驳的地方发展自然快人一步 屯马线在去年6月27号全线通车 铁路贯通新界西东 而新设的土瓜环站 更加令这一区进一步变天 多个重建项目陆续推出 未来一定会脱胎缓骨 有完善的交通网络 亦都要有长远的规划 施政报告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 未来将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将香港发展得更加兴旺 随着中港两地通关在望 希望大家都可以快点脱下口罩 认知美好的2022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